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非洲 最后就是天生喜欢打仗 像老军事长桑迪 好端端的日子不过 要去非洲打仗 现实中这样的人最多 那说回现实生活中的主角 迈克霍尔上校 他在非洲的名头很大 这关于绰号 疯子迈克 听这个名字好像霍尔上校很疯狂 其实他是一个很自律虔诚的天主徒 但打起仗来手段很冷酷 敌人都害怕他 电影里面的黑人总统林白尼 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是前比利时刚果的总理 Dumbi 这个老兄可不像电影里面那么人出无害 他第一次和霍尔上校合作 是他领导他的家乡 刚果加单加省道独立 为了对抗当时的刚果政府 雇佣了霍尔的雇佣兵队伍 霍尔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突击队 为Dumbi作战 这支突击队由英国 亦是南非和德国的退伍军人组成 全都是白人 甚至那些纳粹德国的老兵们 带着铁十字勋章 就在刚果作战 霍尔上校把他的突击队称为第五突击队 同时也根据他家乡 海尔兰雇佣兵在牢州的称呼 野俄 把手下的队伍也称之为野俄 这就是野俄赶死队的来由 刚果政府军不是这帮老兵的对手 Dumbi在刚果的独立行动成功了 Dumbi还凭借这些政治资本 在几年后当上了刚果的总理 不过风水轮流转 另一个政治强人 蒙波特将军发动了政变 推翻了刚果政府 Dumbi就被囚禁了 据说这个时候 他的老乡是霍尔上校来救他 霍尔上校组织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 成功地救出了Dumbi 并逃往了罗德西亚 后来Dumbi流亡到欧洲 再也没能回到刚果 最后客室他乡 电影就描写了这个故事 而在现实中 也确实有另一名雇佣兵头目 在行动最后关头的交火里面被打死 没能上飞机 这就是Raver的原型 而霍尔上校一直在非洲 活跃到七年代末期 那个时候 非洲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 没有了给雇佣兵们活动的空间 霍尔最后一次行动 是受雇企图在非洲国家赛设发动枕限 他再次组织一支数十人的突击队 这次他们企图通过明堂客机混入赛设 结果在机场出了岔子 被一个负责的海关人员发现了隐藏在行李里面的武器 霍尔他们在机场就当场拔枪大打出手 并且劫持了一架名堂客机飞到了南非 在南非以劫机罪被判了十年 如果上校只在监狱里面待了33个月 就遇到了大色 放了出来 至此 老一代的雇佣兵时代落幕了 取代霍尔上校这种包工头加俱乐部的 松散的雇佣兵模式的 是南非EO公司这种冷冰冰的商业公司 而进入2000年代以后 连EO这种模式也落伍了 和政界结合紧密 堂而皇之从政府取得合约的 所谓黑水式的私人承包商大行其道 电影里面雇佣兵穿的军服 是英国的68型BPM迷彩座等服 这款军服是1972年 根据66型迷彩改进而来的四色迷彩 非常的坚固耐用 深受英国士兵欢迎 在电影里面 你会留意到 几乎每一个队员的被连帽的冒灰 都是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他们出于对老部队的容易感 把之前服役单位的冒灰 别在自己头上 福卡纳上校的冒灰 是皇家威尔斯随发枪团 这是在1688年成立的一支团队 是英国陆军 五支从成一以来 就从来没改变过的老部兵团队 上校服役的时间 应该是在二战时期 这个团队最初被派往欧洲 经历过敦克克打车腿 有一部分人员被派往印度和日本人作战 包括在缅甸的战斗 后来大部分投入了诺曼底和欧洲战场 在整个二战中 这个团队有1200名士兵上网 军事长桑里和福卡纳上校 是除了River以外感情最深的 从桑里的冒灰来看 他也属于皇家威尔斯随发枪团的老兵 不过他的冒灰是亮铜色的士兵版本 而上校的是深铜色的军官版本 River上位的帽灰显示他来自于皇家绿夹克团 这个团最初穿的制服是绿色的 在当时英军普遍穿红色军服的年代 非常的特别 因此而得名 这个团以机动名后的战术和狙击兵闻名 不过在排队对色的年代 这些战术被视为不道德和不名誉的作法 肖恩总卫是爱尔兰卫队的成员 爱尔兰卫队属于皇家禁委军团之一 1900年由维多利亚女王召集成立 以纪念在第二次富尔战争中 为大英帝国作战的爱尔兰人 他们的团长一般是国王或者王子本人 现任团长是威廉王子 这支部队也经常轮换作战 在二战中他们在欧洲和德国人作战 参加了大多数的英国人参与的大战役 皮特少校和杰西宗斯的冒灰 显示他们来自英国散兵团 散兵团是1940年成立的部队 属于英国快速反应部队 著名的蔡司花园战役 他们作为主力参战 损失巨大 不过电影里面 萱恩总卫说 皮特来自于南非边境警察部队 那为什么会带上英国散兵的冒灰呢 医护兵老威利是皇家陆军医疗队的成员 皇家陆军医疗队 是1898年为了对应布尔战争而建立的 而最有名的部队成员是Tonison宗斯 他的冒灰显示 他来自英国特别空情团 SAS 英国特别空情团可以说是西方许多特种部队的鼻祖 也是实际上最著名的特种部队之一 事实上 欢迎者Ignor真的就是前SAS成员 他入伍时候加入了皇家炮兵部队 然后转而加入产兵团 进而成为SAS 参加过朝鲜战争 配以后来到非洲 先后在罗德西亚的军队和南非国防军服 最后成为雇佣兵 是霍尔上校的得力助手 霍尔上校就是在他的街头下 成为本片的军事顾问 此外 雇佣兵们还来自苏格兰黑卫高地团 皇家装甲兵团 柴军兵团 皇家随发枪团等等多个部队 而电影里面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 体现了那个时代雇佣兵的特色 先说说手枪 电影里面最早出现的手枪 是霍尔中尉去收拾黑帮带的时候 他使用的是STIK P210 这是一款1949设计的手枪 曾经是瑞士军队和丹麦军队的用枪 尽管已经年代久远 但是这款手枪被誉为手枪之神 据说量产手枪里面精度最高的 这把手枪最初由瑞士人半手工打造 堪生艺术品 形状高贵优雅 性能出众 尽管在现代 有些设计已经落伍 但依然在懂枪之人心里 是手枪之王 当肖恩躲在赌场 他的两个老朋友 Falconar和River救他的时候 他们都携带了一把 Smith Vision Model 19 短管左轮手枪 Smith Vision的持久型左轮 是一款发射点三武器 马格南弹的左轮手枪 在六七十年代 被许多国家的军队和执法部门使用 而短管型更是许多特别部门的选择 比如当年的美国外交安全局 军事长桑里则喜欢Core 1911 这把枪简直可以专门用一期视频来介绍 不只是一代名枪 也属于美国一个时代和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桑里用1911 在操场上相互偷懒的士兵 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用这把枪进行战斗 在突袭机场的时候 交演中尉用一把带了消音器的 Walt P38消灭敌军 P38手枪是纳粹德军用来取代昂贵的鲁格P08的驱人者 这把手枪带有德国手枪特有的机械美感 而且它的设计结构也是许多现代手枪的先驱 在电影里面 托克特上校也携带了一把P38手枪 并且在桥梁空袭以后 用它结束了那些受众伤的兄弟们的生命 在电影的最后 托克特上校潜入了爵士的宅地 永远把Belita M1934手枪 被死去的兄弟讨回了公道 Belita M1934样子很像一把缩小的 著名的Belita 92F手枪 事实上他们的结构也非常类似 Belita M1934手枪 二战之后广泛装备意大利军队 后来被盟军大量缴迫 因为它性能良好便于携带 大受欢迎 因为战斗是在非洲的丛林地带 所以突击队员装备了大量的冲锋枪 最显眼的就是以色列设计生产的物质冲锋枪 许多突击队员装备了这款枪 物质由以色列国防军少校吴德雄 在1948年设计的 参考了捷克的SA系列冲锋枪的结构 大量采用冲压零件 造价便宜 届实耐用 除了IDF 在六七十年代 被90多个国家的军警采用 光是出口物质冲锋枪 以色列就赚了20多亿美元 这对一把非常便宜的物质冲锋枪来说 非常的了不起 连美国的特勤局都用物质 雷根总统被刺杀的时候 他的身边的特工就亮出了一把物质 物质冲锋枪的结构借鉴了捷克的SA冲锋枪 而电影里面也有队员携带这种捷克罩的枪 包括物定枪托的SA-23 折叠枪托的SA-25 SA系列冲锋枪 少见的把弹匣设计装入握把 让这种枪非常的便于携带隐藏 当时活跃在西方的左派城市游击队 非常喜欢用这种冲锋枪 这种枪同时有发射9毫米派弹 和滑约7.6毫米子弹的版本 出于对弹药通用的原则 突击队员们应该用是前一种版本 电影里面还有突击队员 使用麦德森M50冲锋枪 这种结构简单的冲锋枪 由丹麦麦德森公司在各战时期制造 因为性能很可靠 在越战中 CIA的Saw和一些特种部队 都使用了麦德森冲锋枪 台湾军队在1950年代 也装备了一些这种枪 老军事长Sandy 使用了Sterling L2M1冲锋枪 Sterling冲锋枪 是老式的Stern冲锋枪的替代品 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使用 特别是在英联邦国家 至今依然装备使用这种冲锋枪 有趣的是 在拍摄星球大战的时候 风暴兵们使用的脉冲锋枪 用的就是Sterling冲锋枪 改装的道具枪 电影里面还出现了一款冲锋枪 就是黑手党突袭消音的时候 一名杀手使用了Mac-10冲锋枪 这款枪反而是为了特种部队设计 但因为射速太高 难以控制 精度不好 只有很少量被特工或者特种部队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但这种枪可以瞬间把房间内的东西打成马蜂窝的特性 得到了黑帮的青睐 成为一款有名的黑帮用枪 你想象一下 小马哥使用着Tek-10去酒店杀对头 而不是使用Bleta 92F手枪 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呢 讲讲步枪 电影里面出现了许多FAL步枪 FAL被称为那个时代自由世界的右手 因为FAL步枪在西方装备实在太广泛了 可以媲美AK-47步枪在共产世界的地位 因为许多国家都在生产FAL步枪 于是产生了许多衍生版本 电影里面出现了只能半自动设计的英国版本 LEAE 和可以全自动设计的FM-FAL 以及FM-FAL50系列 这些枪除了设计模式不同以外 外观上也有一些区别 比如枪托材料 护木 枪口装置 FM-FAL还拥有可折叠的两脚架 和电影里面那个前SAS对源YOR突演的Tonison中式 甚至还使用了一把定制的 短枪管的LEAE卡冰枪 上面甚至还装备了当年非常少见的反射视苗具 那么除了FAL系列步枪 富翁军们还携带了瑞士的 STG-57步枪和SG-510步枪 那么在输出机枪 突击队员们携带了两种轻机枪 一种是比利时的FM-MAG-58型机枪 这种机枪是西方军队装备非常多的仪器 至今依然是主力装备 在美军中他们的编号是M240 而突击队员另一种机枪是爷爷级的布伦机枪 布伦机枪是英国人在1930年度 从著名的捷克ZB-26机枪改进而来 ZB-26中国人很熟悉 因为当时中国各路军阀进口了大量的ZB-26 中国人习惯把产地当作称号 于是ZB-26就被叫做捷克机枪 ZB-26本身就是一款非常出色的轻机枪 英国人加以改进后的布伦机枪被广泛装备 因联邦国家 加拿大大量生产布伦机枪 并作为恶战军用援助来到了中国 于是中国人又把布伦机枪称之为加拿大机枪 布伦机枪非常的可靠 至今依然在许多国家使用 比如印度的边境警察部队和3D部队 就依然还在使用酒精考验耐用可靠的布伦机枪 电影里面还出现了一款重机枪 英国的维克斯重机枪 维克斯重机枪基本是马克星机枪的英国版本 参加了一战和二战 这款机枪的最大特点就是活力持久性 水冷枪管和超长的弹链组合 让维克斯机枪提供超长的火力输出 每小时发射一万发子弹 连续射击一个小时才换一次枪管 要是没有这支重机枪 雇佣兵们都要死在非洲 雇佣兵们还携带了一支RL-83火箭筒 在电影里面去掉了原版的防护板 雇佣兵们用这支火箭筒消灭了敌军的机枪火力点 但这个场景出现了电影里面最大的bug 他们在装弹的时候用一颗迫击炮弹当作火箭弹装了进去 真实的火箭弹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只能说军事顾问霍尔上校在那个时候碎到了 最后再说说坏蛋人的装备 恩斗法的军队装备了步枪 基本是FMFAL50.61闪兵型步枪 按道理在华约集团的支持下 他们应该用AK系列之类的华约武器才对 不过当时许多非德国家经常强投槽两边倒 今天投靠西方 明天另一个军阀上台又倒向了苏联 所以同时装备西方和东方的武器也说得过去 比如以色列突袭恩德培行动中乌干达的军队 机场停着米格机和士兵们还在使用G3FAL这些西方步枪 当然和电影拍摄的条件也有关系 电影拍摄于1978年还是冷战高峰 制片方没办法找到太多的华约武器作为道具 而整部片子在南非拍摄 许多道具装备是南非提供的 所以恩斗法军队使用FAL步枪也不奇怪了 电影里面出现了古巴军官和中国军官 囚禁领班里军营里面 遇到戴圆帽的白人是古巴人 机场里面戴大颜帽的是东德军官 在当年华约派遣了大量军事人员进入非洲 特别在罗德西亚战争里面 古巴军队甚至轻视上场作战 这也是当年的特色吧 那么这一期就聊到这里 或许只有喜欢这部电影的军迷朋友 才会喜欢这期节目吧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